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二 有网友爆料从4月20号以后 黑龙江就成了第二个武汉 人们排着长队等着做核酸检测 也有视频显示湖北黄岗又开始封锁马路了 虽然大陆多个地方不断传出疫情扩大 甚至是第二次爆发 但中共通报的数字依然是两位数增长 鉴于这种情况 我们在通报数字当中除去了中国大陆的数字 截至到早上8点 全球感染中共病毒的总人数 已经高达300万3300多人 死亡是20万8000多人 昨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为他领导的世卫组织 应对中共病毒疫情进行了辩护 他说世卫组织给出了科学建议 防疫不好是因为没听世卫的建议 但是谭书记很快就被打脸了 法国媒体同一天刊发长篇调查 揭示了中共和世卫组织之间的危险关系 川普昨天表示 对中国不满 正在就中共在疫情中的表现进行调查 并将追责 前天他还和马克龙通了电话 双方一致认为世界卫生组织需要进行改革 如果单从数字来看 中国大陆的疫情基本上要过去了 长期是两位数成长 死亡病例几天看不到人数变化 但实际怎么样呢 视频中蹲在地上的女子 身穿的黄绿马甲上写着黄州网格 黄州是湖北黄冈市的一个区 三国演义中赤壁大战就发生在这 在前段时间刚刚解封之后 现在黄州又开始封路了 虽然网友没有说封路的原因是什么 但这个时候封路原因不言自明 另外有网友拍下的视频中显示 辽宁沈阳有很多人在排队 等待着做核酸检测 不过网友在视频中是提醒黑龙江人 所有黑龙江人请注意了啊 我现在在沈阳 4月20号以后 请大家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 不要再出门了 因为出省的情况下 不管你到什么地方都要求你出示 涉及隔离证明 以及两次检测合成报告 如果没有这两项证明 你将出目耐行 在世界各国当中 美国的情况依然是最严重的 在今天早上6点通报的数字当中 美国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100万 高达101万2300人 死亡是56,918人 接下来一次是 西班牙确诊22万9400多人 死亡2万3521人 意大利确诊是19万9400多人 死亡是26,977人 法国确诊16万5900多人 死亡是23,327人 德国确诊15万8700多人 死亡是6,126人 英国确诊15万8300多人 死亡是21,157人 土耳其确诊11万2000多人 死亡是2900人 然后是伊朗确诊9万1400多人 死亡是5,806人 俄罗斯确诊9万3500多人 死亡867人 从数字来看 俄罗斯的疫情已经超过了 中共通报的数字 世界各国损失惨重 世卫组织误导是主要原因之一 前天白宫副发言人贾德·迪尔发推文说 川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通了电话 双方一致认为 世卫组织应该进行改革 迪尔表示 美、法两国领导人都表示 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应该尽快开会 讨论联合国如何对中共病毒疫情 作出回应 两人都同意 世卫组织需要进行改革 此前美国已经对 谭德塞领导的世卫组织多有指责 其中川普就曾经表示 世卫组织偏袒中共 随后不久 川普就宣布暂停了对世卫组织的资助 22日 国务卿蓬佩奥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指出 疫情发生之后 世卫组织没有从中国获得病毒的准确资料 他表示 美国不止要求世卫组织要更换领导人 美国可能永远不会再以纳税人的金钱资助世卫 我们需要彼此更广泛的改革 川普政府的动作 加深了外界的一种认识 美国很可能要重新建群 在世卫组织之外另起炉灶 换句话说 世卫组织很可能将来会被架空 当一个个成员退出世卫 而加入新的群之后 WHO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世卫组织的问题 世界各国是一定要解决的 而驱使世卫组织撒谎的中共 更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 昨天 川普在美国疫情简报会上 对中共进行了抨击 他表示对中共不满意 正在十分严肃地调查中共的问题 并且有很多方法 可以让中共承担责任 川普表示 中共对病毒的反应 导致了太多不必要的 本来可以停止 也可以更快停止 并且不会传播到世界各地 但是很久以前 有人决定不那么做 有记者提到德国媒体 呼吁德国政府 向中共索赔1650亿美元的事 并且问美国 会不会也考虑这么做 川普说 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做到一些事情 川普说 我们谈论的赔偿金 比德国谈论的要多得多 我们还没有确定最终的金额 这非常重要 这是川普政府针对中共处理疫情的一个最新表态 川普似乎是在暗示 美国政府也将向中共索赔 而且索赔的金额可能要大于德国索赔的数字 这也不难理解 因为目前来看美国是世界上受创最重的国家 川普说 向中共索赔更容易做到 有很多方法 那么这些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早前曾有分析 贸易战打到极致就是美中贸易脱钩 那么川普说有很多方法 就是说贸易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措施 这些措施会是什么呢 其实不管采取什么措施 首先要做的就是 把中共和世卫组织的问题调查清楚 昨天法国在野党右翼共和党副主席 纪姚姆·佩尔蒂埃 向国民议会提出了一项议案 要求按照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的模式 组建一个国际卫生法庭 调查中共与世卫的责任 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这是2002年成立的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对犯有种族灭绝罪 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 进行起诉和审判 我们从这些罪名就可以看出 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审判的 都是罪大恶极的人 像前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 刚果前副总统本巴 罗昂达反政府组织解放民主力量 执行秘书长巴鲁·西马纳等等 这些人都在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被起诉 就是说如果成立等同于 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的国际卫生法庭 那对中共和世卫组织进行起诉的话 就是认定了他们已经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 事实也的确如此 这场大瘟疫已经席准全球 200多个国家受到殃及 300多万人染病 20多万人死亡 佩尔迪埃对《巴黎人报》表示 我们有权知道 为什么中共和世卫组织撒谎 中共当局为什么处罚 发出疫情警报的人 为何极力淡化病毒的危害 世卫有7000名雇员 年预算经费高达60亿美元 为什么要像鹦鹉学蛇那样 重复中共的说法 为何没有向世界敲响警钟 对于世界各国的质疑 谭德塞做了狡辩 昨天 谭德塞说 1月底就拉响了疫情警报 向各国给出了科学的建议 他说各国可以接受或不接受 最终是各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谭德塞言外之意就是说 各国没有听从世卫的建议 所以疫情才重 他的说法听起来像是说 谁让你不听世卫的建议了 所以疫情重 活该 谭德塞的狡辩 丝毫不比中共官员差 前两天中共国大卫健委主任高福说 从来没有说过病毒不会人传人 也就这个水平 那么世卫组织究竟在当初是怎么说的 怎么做的呢 我们来扒一扒他的底 看看他和中共究竟是什么关系 昨天 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长篇调查 在尝试着揭开中共和世卫组织的关系 中共自称是12月30号 高福在网络上发现了武汉出现了 类SARS的病毒消息 并且得到了武汉卫健委的证实 31号疾控中心专家就奔赴武汉 并在当天通报了世卫组织 但是中共的说法一直受质疑 中方通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如果世界卫生组织得知武汉有病患隔离的情形 还会对人传人毫不知情吗 台湾方面证实台湾疾控中心副主任罗一军 看到了李文亮医生在30号的警报信息 31号早上5点就通知了机构 并在当天上午通报世卫组织的同时 对所有来自武汉的人进行特定问 不过世卫组织先是否认了收到台湾的通报电邮 随后又改口说台湾并没有在电邮中说人传人 但是台湾卫生部长陈时中 在展示电邮全本的同时指出 隔离病患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表述 已经说明人传人 原的当天 发现疫情的武汉中心医院急诊部主任爱芬医生 要求所有的医生戴手套和口罩 但是当局视若无睹 为了不影响新年的气氛 控制了一些信息 示威组织也很配合 同意北京初步调查的观点 也就是不存在明显人传人的证据 1月14日武汉一定有多名医务人员染病 但是被中共隐瞒了 当夜武汉卫健委通报说 没有发现明确人传人证据 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 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1月15日 世卫重复了中共的调子 说没有证据表明病毒能有限的人际传播 病毒传播方式尚未确定 1月20日中南山宣告病毒人传人 1月21日世卫赶紧承认了人传人 但是是有限人传人 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持续人传人 说正在密切监测 1月23日武汉封城了 1月24日被打了冷不防的 世卫组织仍然坚称 将中国大陆疫情界定为 是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为时过早 暂不确定 1月28日谭德塞到北京见了习近平 当面吹捧中共的速度和效率 说这是中共的制度优势 体制优势值得世界借鉴 1月30日世卫宣布 中共病毒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但不建议封闭国界和终止暴易往来 2月12日欧洲媒体记者提问 中共是不是要求世卫为他说话 世卫是不是受到了压力 谭德塞说 中共不用要求我们表扬 因为他们在做实实在在的事 我们亲眼见到应该予以表扬 2月26日 韩国 意大利等国确诊病例 呈现颈喷增长的时候 谭德塞仍然说 全球防疫并没有失控 不应该太急于宣布大流行 3月2日 疫情已经蔓延到了65个国家 中国境外已经有8774人确诊 其中128人死亡 谭德塞仍然说 还没有到把疫情称为大流行的时候 3月7日 中共向世卫捐款2000万美元 3月9日 谭德塞在记者会上说 疫情构成大流行的威胁 已经变得非常真实 不过他强调 虽然形势严峻 但将是历史上第一次 可以控制的大流行 很多事情可以证明 世卫组织完全是受到 北京影响力的驱使 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共的党支部 日本的一位高官表示 应该把世卫组织改名 叫做中共世卫 把WHO改为CHO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电视节目 在会员区 我们先跟所有使用微信的朋友来说说 中共正在使用封号的方法 来获取人们更多的信息 同时套走用户的微信支付余额 然后会从一段刷屏的视频开始 讲述一个感人的故事 等了五年的拥抱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